如果說你想要直播的話 我們在OBS裡面呢 現在因為我還沒有做任何設定 所以如果你按開始串流 其實是不能送出去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叫設定 按下去 好,按下去之後你看這邊 它有一個叫做串流 就在這裡 它支援的 就在左手邊這裡 有串流 它支援什麼?Twitch Twitch應該是最多人用的遊戲的那種直播 如果你有在玩遊戲的話 那YouTube 還有什麼?Facebook 有沒有都有 那麼 我們現在呢 Facebook剛好跟各位提到 它的 設定 它會有個金鑰 但是它的金鑰是有期限的 也就是說它可能 我記得好像是一個小時還是一個半小時有點忘記了 就是它就怕你做傻事來 就是做一些不該做的事在那邊直播 所以不能直播太久 或者是 孔公啊之類的那一種 那YouTube呢 它這兩種都有 就是它可以直接單純金鑰永久的 也可以有那種 時間性的 又有時間性的 所以它兩種都有 那我先用YouTube給各位看 你選好你的哪一個服務之後 你就告訴它 你的金鑰是什麼 那當然這個很重要 這代表你的身份嘛 所以呢 在這裡打入你的金鑰之後 就代表 他用你的身份 把資料送給YouTube 請他做直播 那你去哪裡找到這個金鑰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我們找到你的YouTube 叫做我的頻道 有沒有工作室 這邊 你把它點進來 工作室這裡 在左手邊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現場直播 按下去 其實這個等同就在YouTube上直播啦 只是你要在YouTube上直播 它要另外安裝編碼程式嘛 跟我們現在用OPS 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你竟然 它現在呢 剛好這個月 它把它改成新版本的 以前就是有測試版的那個 那現在改成新版本的 那 你可以看到 這個位置好像 金鑰的位置有點不一樣 好 各位它現在新的 你就標題 然後再來這邊 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只是單純做測試的 建議你 用私人的 這樣了解 我第一次在玩直播的時候 嚇一跳 有同學馬上跳出來說 老師 連直播上 因為我用公開的 所以你就用公開的 假設你有訂閱人家的頻道 他是會跳出來 某某人正在直播 對不對 別人就會跟你進來問候 所以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那你的標題 好那你要怎麼安排 要不要啟用盈利的功能 當然你前提是你要達到盈利標準 你如果沒有達到盈利標準 這個功能就不能用 那再來現在 這個禮拜 YouTube也特別推出這個更新 就是 你是不是為兒童打造的 這個有一點點差別 主要是你廣告 因為給兒童的 不能做一些 有顏色的 或是賭博的 或是暴力的 他就會過濾比較多 這就看你自己 好 所以假設我否則 我這樣按建立直播 現在已經建立好了 有沒有看到這裡 看到串流金鑰 看到嗎 有沒有看到這個 你應該知道我不能按這個給你吧 這樣 你就會代表我了嗎 所以我不能按給你看好嗎 請自己按自己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你就取得那個金鑰之後 你就可以回到這邊來 把它貼上去 這樣就代表你了 所以呢 當我按下直播的時候 那邊就會出去 不過我們有提到 就是 YouTube的直播 看你的串流速度 原則上會 會延遲20到30秒 Facebook也會 沒有辦法做到完全即時 所以你們沒有看過那個外面的 那個電視節目 常在做什麼 跟外面記者連線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記者為什麼反應那麼慢 那麼遲鈍 因為他要等一下 他不能 我馬上就講 一定要等 對方 的那個 收到 確定收到 他才可以繼續講下去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 他們常連線的時候 稍微等一下 兩個人好像在幹嘛 可是其實 是因為訊號的delay 所以他需要 等待一下 這樣清楚了 所以直播的部分 如果你想不開的話 你可以按下去 盛提塔就可以了 哈哈哈